大家好,进入三福天,很多话友就会关心 三福天到底应该怎么给南花浇水 是应该给它少浇水呢,还是勤浇水 其实我们不能一味的多浇水或者是少浇水 给南花浇水主要是受这三个因素的影响 首先第一个就是通风 通风是最为关键的 不管是浇水前还是浇水后,通风环境一定要好 如果通风不好,我们浇水的话呢 这个水分它是无法蒸发出去 很容易造成烂根的情况出现 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一定要做好通风 这是非常关键的,特别是三福天 第二个呢,就是看温度 高温的时候一定不能浇水 因为我们在高温的时候浇水就会让这个植株盆土 处于一个高温高湿的情况 这样呢,不仅容易闷根烂根 而且还很容易滋生病虫害 我们给南花浇水一定要选择在相对比较凉爽的早晨 或者是傍晚浇水 第三点就是看盆土的干湿情况来浇水 我们不能够按照说一天浇一次或者两天浇一次 而主要是根据盆土的干湿情况 在现在夏季我们按照一个渐干渐湿的浇水方法就可以了 也就是说盆土表层已经发干发白 然后拨开盆土表面大概有两三公分或三四公分已经干了 我们就可以给它浇水了 但是浇水的时候也要注意 如果处于一个比较闷比较热的环境 不要浇,一定要保证通风 在温度相对偏低一点的情况下再来浇 掌握好这些要点,三伏天,南花礁石就非常简单了 好了,本期就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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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